就是悶著頭去背那個交通規則 然後選擇題 我聽他講後續好想打人 好討厭講 你要說什麼 你們曉不曉得 這條路 大馬路雙向道 這叫 幹道 那他那條咧 他這條叫 知道跟幹道兩台車在路口的時候 知道要先讓幹道先行 男生要讓女生 不是 這不是讓不讓的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車子裡面是女生 他車子裡頭黑漆漫步 他一直下來我才知道是一個太太 各位了解嗎 好啦 結果咧 他一聽 他就傻在那兒你知道嗎 他傻在那兒之後他就說 好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好 他就上車 上車之後 本來他明明就是要這樣子走掉的 羅姐講得沒錯 他是要這樣轉換走掉 他突然上車之後 他就這樣走 各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走嗎 他堵在你前面 對 讚… 厲害喔 我知道 所以他現在不在知道上 他現在在幹道上 是 跟修清祥的一樣 他心想 然後我就跟你一樣是個幹道 他就在我前面 而且他 他 我這樣開 他就故意慢慢開 開時速2 30 然後我要操 對 好快 結果就這樣 來 他被你氣到了 被你氣到了 麻煩你往右走 他就 就是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很氣 非常氣 然後還沒 一直這樣開開… 他開到你前面 那是你追他 不是他追你 我覺得他就是想要塑造一種這種 就是說 故意一直在擋我的路 然後惹火我 看我會不會下車 然後反過來跟他吵 到時候就變成 哪有 他以柔克剛 也有可能 結果前面有紅綠燈 我告訴你 我們女人能幹嘛呢 他就一看 他在你前面扭屁股 不是 一看江中佛 軟柿子弄他 其實柏姐講得對 因為我從頭到尾沒下車 看起來就像軟柿子 結果前面紅燈 紅燈之後 我不是講嗎 女生開車至少看得懂紅綠燈 至少看得懂紅綠燈 他就停下來 你堅韌早打 我跟你講 但是我跟各位他怎麼停呢 來 觀眾朋友 有遇過這種惡劣的人 他就這樣 我差點撞上 這就停紅綠燈 好 停紅綠燈了 但是這位太太也不知道 哪根基不對 這時候是紅燈 他大概覺得也玩夠了 也怕我真的會騙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就跟秀琴有點像 就你玩人家玩一下 但看到球棒你又 又撐起來 他也是 他尊重正義我 我玩了你五分鐘大概夠了 結果這時候紅燈 你知道一個人要繞跑 怎麼樣的方法繞跑最好 怎麼樣 轉紅燈 就轉紅燈就繞跑 對啊 他就轉紅燈繞跑 結果他轉紅燈之後 轉紅燈不太好了 剛好這邊有一台車 就撞 就撞 這個時候我在後面 轉到你了 你想限時放對不對 我再後面 我從擋風波一看到這一切 你自己講鼓掌對不對 對 我簡直那時候心中就只有兩個字 但是這兩個字一定要消音 放煙火 拜託一定要給我消音 我真的是那時候 然後後來我綠燈 我就開到旁邊 我就故意停下來下車 太太 活該 妳現在知道了吧 好不Man喔 對啊 好 這個就是我講的 女孩子常常不懂 可是她要裝懂 第二個 來 我們看一下 不要心在樂禍吧 這也只有心在樂禍的男人 最討厭 最討厭 因為是他要 是他在鬧我 來 可是又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這樣 我這個人是人不逼我 我不逼車的耶 我知道啊 我講的是那個女人 我講的是那個女人 來 各位 這是大馬路 最內道 最內道 是不是常常都可以左轉 對 我們叫左轉道 對 對啊 有時候有的人就不曉得 就乖乖的走最內道 結果發現前面要左轉 就被擋住了 擋住之後你看 我們來看這台車 是不是就想要出來 對不對 就要出來 不然的話就擋著 他想要出來 可是後面這一道後面有車 就是不是很容易 可能不小心會撞到他 好 這樣觀眾朋友理解這個情境了 來 我來了 OK 來 這個 這個女的 她就這樣開在最內道 開最內道 她發現前面要左轉 不然要擋住 她就突然想要出來 對 我剛好就是這一道的這台車 她一出來 她突然這樣出來 我就按喇叭 就 啪 你又按喇叭了 對 就按喇叭了 這一巴 她就停 一巴 她就停 感覺那個喇叭好像有魔法一樣 一巴 她就 啪 她就停 她就馬上下車 大家聽到按喇叭 都會覺得什麼事 嚇到停一下 來 她就下車了 她又下車 下車來我旁邊 又來了 又是一位太太 來 我現在就要模仿那個女孩子 又是個太太 沒有 這回不一樣 當時她從下車的時候 我隱約就可以看到 一雙美腿加高跟鞋 那時候我還以為 她女生就放軟了 結果羅姐走出來了 我本來以為她下車 是不是要我協助她說什麼 那不然先生 妳幫我開 我還有點興奮 結果不是 她一來也是一樣 走到我旁邊 同樣是那幾個字 你啪什麼啪 你啪什麼啪 你喇叭很大聲是不是 這樣講 來 我示範一遍 你啪什麼啪 你喇叭很大聲是不是 她就走回她自己的車子 她就這樣 你喇叭很大聲 我也很大聲 就啪 她就很容易把女生弄毛 她就這樣 怎麼樣 然後我在後面我先想 幼稚 還沒喔 她啪完之後她就走回來 我告訴你 喇叭很大聲是什麼用 我告訴你 男生要 大才有用 蕭音... 妳躲 妳今天聰明的 妳好感喔 妳本集都在被蕭音 天啊 跟你講 為什麼這些人都會被妳碰到咧 對 我們開車都沒有這樣子 其實她是在跟你挑釁 她是在挑撥妳 她在挑逗妳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妳很好欺負妳 我問各位 我當然要扒她 她突然這樣串出來 我當然要扒她對不對 她還跟我扯到什麼L.P這種東西 好啦 這時候大家還是要爭個是非 觀眾朋友 妳看好 我就跟她講 我就跟她講說小姐 我說小姐 對 我當然要扒妳 因為妳這樣子串出來 她說先生 我串出來 我有沒有打方向燈 妳看我方向燈 還在那裡一閃一面 妳看 對 她有打 她有打方向燈 各位看官們 她有打方向燈 我還扒她好像我不對 你們是覺得她才是對的 至少她沒有那麼錯 因為你要換一個線道 你先打了方向燈 好像沒錯 如果後面的車子不是很快的 要往這邊開過來 我那時候 然後看她那一副恰恰 我就決定 我就決定好好的玩妳 我就說 對啊 你有打方向燈 所以你覺得你是對的 她就說 對啊 我本來就對啊 妳扒什麼扒 我說你對 妳開個頭 各位 各位曉得嗎 當你這樣串出來的時候 來 這一條馬路 當然這是比較特別 這個是白線 虛線的白線 那一條馬路的白線是 這個 這一種的 也就是說當你開到這一道 你就只能左轉 你絕對不可以變換車道 我管你打什麼右燈 左燈還是什麼喇叭燈 你就是不能夠出來就對了 喇叭燈 所以我扒她 不是因為她想要變換車道 讓我嚇到而扒她 是她不能變換車道 來 我考觀眾朋友一件事情 這個雙白線叫做不能變換車道 那一虛一白 羅姐 你不是車神嗎 一虛一白是什麼 那我愛變就變 我什麼時候變 車神就是羅馬 秀琴 妳說 我覺得可以變 可以變 怎麼變法 怎麼變 就是沒有虛線的那邊可以換 你說這邊可以換到這裡來 不是吧 是虛線的地方 可以到實現的這邊吧 所以我可以下去了嗎 我要講的就是 觀眾朋友 憑憑禮 連交通規則都搞不清楚 這大小聲什麼 全世界都知道江東柏好欺負 大小聲什麼 所以男生對女生的這些成見 是不是都聽了就很想打 但是真的在馬路上面 你常常會碰到一些的狀況 有時候你真的會一把火這樣 壓起來 但是到那個最後一秒鐘 你還是會稍微想一下 畢竟出了一些事情的話 滑不來 我常常在那個譬如說高速公路 我要上去對不對 旁邊有一輛車進來的時候 剛開始那個閘道比較寬一點的時候 我明明先了 後面就會來個車 就硬要一起上去…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多少次 我就是給妳尬 我給妳尬定了 妳為什麼 妳提什麼在我後面 才要這樣追上來 我只有一次輸給了一台Benz 因為那台Benz是六多少 六五粒還六八 對 因為那台車子 我如果撞一下我後面麻煩不斷 我就覺得說算了 我忍那一口氣對不對 但是真的常常 這種時候我就會覺得 我自己俗辣掉了 就不要吃眼前虧嘛 對啊 可是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有時候真的不要趕快 也不要乘一時之快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現實的考量沒辦法 因為你趕時間 然後趕通告 你知道有一次 其實沒多久前 那一天我在這邊錄影 錄到大概是8點50分 那一天我好急… 因為我有另外一個工作 是在中和 它的時間是9點20分的現場 我記得那一天 OK 為什麼我要很清楚 把那個地理位置講出來 因為大家就可以去想像 我們的攝影棚 在內湖 OK 然後下一個地方在中和 大家去想那個距離是不是很遠 可是我8點50 我還坐在內湖的棚裡面 天啊 我跟大家講 不管剛剛大家提到的什麼 雙白線什麼一時一虛什麼 對我來講 我平常開車 我跟你講 沒有這些東西 而且也沒有所謂的塞車 絕對沒有 因為在我眼裡沒有 因為我趕時間 所以大家覺得妳開車好恐怖 因為我永遠可以從最裡面插到 最外面插到最裡面 我就是完全就是在扭屁股這樣 我可以很快的速度 我跟大家講 那一天真的我太趕了 我是不是30分鐘以內 而且等一下30分鐘還不包括 我要走路到停車場 去把車子開出來上了車這樣子 好 我跟大家講 那天我上了車已經快9點了 我快瘋掉 因為我20分 9點20分要Live 好 那時候我講 對我來說那時候就只有 使命到達使用 對 然後妳知道嗎 我就完全就是發了風一樣 因為我平常開車就非常非常的猛 非常的殺 那天那更是 我一上去之後妳知道嗎 其實我就是只要有 就我剛剛講的 插到外線再往裡面 插裡外 裡外 我就這樣啪啪啪 後來呢 老實說我那天幾乎沒有安全距離可言 因為我那時候後面有一台 就是我不會講就是前面跟後面 後面跟前面這一台 大概應該沒有一個車子的長度 可是我覺得我就是要插進去 我可以搶一台這一台 因為我那時候對我來講分秒必正 你知道嗎 我一插進去之後 我其實隱約可以感覺到 我後面一台車有踩沙車 第一聲 很大聲 可是對我來講我覺得 不管了 關不了了 其實我真的很想跟她講 Sorry 但是我跟你講 我在趕時間 可是我就不管了 我就一直衝一直衝 好 這時候我覺得不對了 因為我發現從我的後照鏡 包括我前面那個鏡子 我覺得那台車 它一直在 已經開始在逼我的車了 因為它一下子 蛇往我右邊閃 一下往左邊 因為我速度很快 其實它超不過我 可是它就一直要 我就感覺它車子在我後面 一直擊殺... 一左一右 它就是要追我這樣 我就覺得怪怪的 不會吧 妳不爽了對不對 我心裡想 妳不爽 OK Sorry 我就那時候一直對著 空氣對著 我說Sorry 我感情 OK 沒辦法處理 我就一直衝一衝 後來 它就一直逼我的車 逼到 我就覺得妳幹嘛 我沒有 不理妳 可是後來遇到紅燈了 而且它一直尾隨我到哪裡 因為我就從內湖 我就直接上那個快速道路 快速道路一直一定會下來 到紅綠燈我跟大家講 我就想 哇塞 妳跟我同路嗎 不會吧 它這下子它也不管它 妳知道嗎 紅綠燈 它下面 它等於是已經超出紅綠燈了 它完全也是那種殺手機的 它啾 然後紅燈就踩煞車 它就踩在我前面了 擋住 它總不會是平衡的擋住吧 它是直的吧 沒有 它就橫的 斜的 斜的這樣好像很簡單 妳死了 她進來 它還有現場節目 真的 我就覺得說死了 可是妳拜託 我一個女人家很辛苦好不好 可是她不管她 後來我講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講說沒關係 看妳要怎麼樣 後來她就下車 她下車那一剎那 我知道 我整個腿都軟了 怎麼了 因為她手這樣操的東西 她這我大...